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有国外网友在脸书PO出一段月劳在台湾遭人暴打的影片并指地点是位于彰化的森林工业,该公司对此表示不清楚起因,但强调打人的不是公司人员,在场的公司人员应该也只是去了解状况的。 有脸书名称为hotboyhotgoodeelon的网友所PO出的影片显示,一名白衣男子对未穿上衣的外籍劳工呛声他妈的你回越南,并上前粗暴殴打该名外籍劳工,其他在场的人也赶紧上前劝阻,在影片中也可看到,还有另外两名身穿森林工业制服的男子也在现场。 该段影片PO出后引发不少议论,并被许多网友转载分享。 苹果日报报道,森林工业对此回应指影片中的地点确实为该公司的宿舍,不过打人的白衣男子并非公司人员,且当天是休息日,在现场穿着制服的两名公司人员应该只是去了解情况的。